我们今天来的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走入校园课后辅导 协助后进班学生了解学习的重要 慈激志工受邀来到雪兰儿 沙登十里肯邦安中学进行分享 我觉得是要慈激志工们的帮忙 毕竟有时候老师的时间有限 力量也可能有限 然后是希望过过慈激的答案 喜欢可以感动这位学生 让他们的暴力那种叛逆心 可以稍微减少 游戏不纯粹是娱乐 志工借由体验游戏 传达高楼平地起 祝梦要踏实 教育是孩子未来的希望 志工百忙抽空到场分享 坚持背后要让每一个迷途孩子 有改变的机会 你要去做些什么东西都可以 但是没有输度或者不去读书呢 你就全都就无量 那个量是不是那种重量的量 是根本没有光量的量 今天孩子也可能面对同样的问题 他可能不是成绩的问题 他可能是家庭环境的问题 他没有这个机会 可能他不了解读书的重要 我今天希望是说在100个孩子里面 只要找到一个孩子 他听得进去 我即使把工作放下来 你问我要不要来 我会来 陪伴学生需要耐心 期许校方和志工的配合 可以启发孩子们的善念与自信 确保学习路不会偏差 大海新闻 王正英国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